当老公洗澡忘带手机,老公在洗澡,手机响个不停,我就看了一下,我以老公的名义答应见面,并删除记录,这颗小绿茶我不得亲自去撕啊,谁喝多了会找别人的老公送自己回家呀,去教训这种人,颜值上绝对不能输,真是越想越生气,遇到这种事情千万别去质问男人,他既然留着这样的危险人物存在,就说明要么是准备好了,要发生什么,不管了, 今晚一定让他知难而退,用上这款面膜让小绿茶知道什么叫逆鳞婴儿肌,超滋润,隐藏我已经是孩子妈妈的年龄,把我的痘痘都敷下去解决我的大干皮,敷完之后这个皮肤爱了爱了,上妆更服贴休想看我卡粉,气垫CC打底,希望我家男神对他不是我想的那样,眉毛描一下,眼影今天一定要有气场,头发还要翘上天去 宝宝,你现在化妆干嘛,不去洗澡睡觉啊 我想试一下你给我买的口红,一会发朋友全炫耀一下 哎呦,臭眉死了,我先去房间等你哦 好,一会儿马上就来 我这样出发可以吗 回来再收拾家里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